半个小时还是挺直的 直啊 对 以前在北京吃的山西刀山面汤 完全是两回事 大家好 我是北京齐哥 今天是个媳妇来抚洋旅游的第五天 抚洋出了隔离条 还有很多有特色的面食 今天咱们就根据当地网友推荐 找一下馆子 来尝尝本地的特色 今天吃这一家 这两边都是一家吗 你过拿着馆了 好吃 这好中午饭点 这是我们来安徽旅游的第一个城市 所以不知道其他的安徽城市的面馆 是不是也这样 貌似这边面馆里主打的面条 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 但是要很多卤菜炒菜可以选 而江苏各个城市的面馆 通常都会有很多种焦头可以选 每碗面都不同 额外的凉菜选择并不多 单独的炒菜基本上是见不到的 备好了再往外端 应该是先找位子再点菜 但是有点咸 是不是我没拌啊 你拌开吧 但是这是什么菜啊 看不太出来 这我看得有点像脖菜 这是什么菜 吃着也没有特殊的味道 这个是经济 这个我们这两天到了 这边天天吃 还带点红颜色 这个咱们以前蒸菜 只吃过那个西安那个特色的那个芹菜的蒸菜 是不是 芹菜叶子 这个没有那种特殊的那些什么的其他的香气 但是口感挺好的 蒜香为主 蒜苗 腌萝卜 黄瓜 木耳 还有金芥 花生果变 洋葱 煮的熟花生米 然后生花生米 还有炸花生米 这蒜苗还是生的 我们俩等了半个小时 吃凉菜都快吃饱了 这面终于来了 看看值不值得等待啊 那这个汤是这种的糊糊的 面销的还挺细还挺筋的 等半个小时还是挺直的 直啊 看齐哥脸上的笑容就知道 直了 以前本来吃那山西刀山麵 这个汤完全是两回事儿 着急吃 哎呦天这一碗 它没分大小碗吗 不分 不分 八个钱一碗 八个钱一碗 里面料还挺足的 人家这面削的还真可以 你看削的那个 湍窄的可均匀啊 这里面这个豆子 我以为是炒过的脆的那种呢 结果是面的 两个凉菜 两碗面一共四十 人间二十 吃的倍儿高兴 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